明正來到高雄市立總圖 現在沒辦法搭電梯了 上手扶梯之前得先量測體溫 還要雙手噴酒精消毒 才能入管借還書 工作人員示範圖書館內的殺菌機操作 把書本架在桿子上 關上門按下按鈕 等個50秒就算殺菌完成 高雄市立總圖這5台殺菌機 5年前就構置 直到現在因為疫情關係 使用率大增 有一些市民朋友們會到服務櫃來說 請問一下殺菌機在哪裡 大概2到3層 公共接約的圖書被讀者翻來翻去 難免有細菌沾黏 有了殺菌機 讓下一位讀者更安心閱覽 另外像是手扶梯把手桌椅 也都是定期4小時全面消毒 不過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至今 接約率下降 盜管率也少一成 直到現在民眾 避免進入公共密閉空間 一樓的24小時還書機就很實用 市民朋友們可以在 我們下載雲端書庫的APP 然後就可以免費一年60本 在線上可以享受閱讀 防疫期間圖書館也推薦 讀者使用雲端書庫閱讀電子書 或者是利用書箱宅即便自付運費 把圖書透過宅配借到手 讓想看書卻不敢到圖書館的讀者 在防疫期間還是能安心享受 閱讀好時光 記者陳生意高雄報導